欢迎回来 台南府城在清朝还是运河密布的台湾商业重心 当年的五条岗河道现在建满了楼房 其中有两条河道还变成了巷弄 艺术家纪纽约就特制了一款亮面八角呼拉圈 让model一边摇呼拉圈一边走过巷弄 将作品跟历史场域紧密结合 重现当年台南的水域风情 这也是他创作的运动三部曲之一 为他了夺下最新一届的台北美术奖首奖 异常规律的运动频率 不合时宜的场地 艺术家纪纽约透过人跟运动 展开与特殊场域的对话 台南旧区的小巷里model摇晃着身体 转动起特制的八角呼拉圈 踏着的是老城市富有的历史脉络 我就是把这五条岗曾经是水路 现在变成一个巷弄的时空交叠之处 作为我一个呼拉圈的步行的一个路径 虽然也因为是巷子的空间很小 所以我要做一个横向的运动 才会跟空间有一种关联在 沧海桑田 时空在model的动作里不断摇晃交错 艺术家纪纽约一直以来都专注在 现地制作的领域上 简单讲就是因地制宜做一件新的作品 那这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方式 其实我一直在处理的是空间问题 但是空间如果没有人空间是无感的 刚好运动对每个人来讲都不陌生 所以观众的参与度就会相对比较高 从2013年开始创作的运动三部曲系列 第一次搬进了北美馆 既纽约当然得重新量身定做 因为它其实是三件个别 在不同城市所做的作品 那我要如何在同一个空间 把三件好好的呈现出来 我觉得刚好有这样子的空间提供给我 以及也有这样的规格可以去制作 我自己都觉得这是运动三部曲 最好呈现的样子了 在作品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着重于在一种身体行为 介入作品世界里面 产生了一种情境的场域的改变 最主要是那个所谓的邀请观众的参与 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少数人的设定了 变异的运动模式 要阐述的是场域时空里的独特性 面对空间 发挥空间 既纽约与人亲近的艺术作品 同时也颠覆了大众想象